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最主要不是抄到几多章 最主要是我们用心 首先观自在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观音的一个全称 观自在菩萨 观就是看到的意思 自在就是看到自己的意思 就是觉察自己的意思 我们念经要往心 口 意 我们抄击都是一样 你的身体射 你的口 你可以一直跟着来读 你的意识是专注去做的人 那么现在呢 我就会帮大家 和大家一起去连结你自己的经文 那我们现在闭上我们的心眼先 闭上 自己 在一个蓮花里面 一个未开的蓮花 包围着你 又朝一日 一朵蓮花 就会为我们盛开 我们将会得到更平静的心 更高的智慧 更好的自己 现在我招请 你吸气 吸入这个世界 的封城所有的能量 由这个未开的花 一朵蓮花 中间 它吸到你的身体 然后 慢慢敷出 你可以慢慢感受到这个蓮花 已经慢慢开始进行 开花 现在 我现在邀请大家 吸入 以后 爱的能量 慈悲的能量 开始之前 我想讲少少关于 这个 《波罗麦多心经》 这个经究竟它是讲什么的呢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经 它的发心是想 是想众人 放下执着 不如我们一起读一次 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字 可能会用不错的 《波罗麦多心经》 《波罗麦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心波罗麦多事》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上行识》 《以赴于是》 《事无上奏》 《事无稳等奏》 《难除一切苦》 《真实不驱辅》 《古说波罗麦多奏》 《正常奏》 《波罗麦多》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波罗麦多》 《就是智慧的意思》 《波罗麦多》 《就是原本承受》 即是说 这个经是带我们去到 智慧原本的地方 即是去到彼岸的地方 那怎样才叫智慧原本呢 就是我们 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身上 接着放下执着 就会有这个自在 智慧的缘 观到这些道理 接着放下这些道理 就连放下也要放下 有些人很执着 我是不是可以放下 这个又是不放下 很平静的一个状态 不够什么 射离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不winning 射离子 始終發空想 我們接下來會再讀一次 中一次這個心經 中之前我們有一個發心 我自己的發心 就是幫助六道眾生 離苦得樂去祈福 這個第一步就是發心 第二步就是我們中經 或者是抄經 第三步就是回向 回向我們正式就讀 這八個月將我中經驗的功都會 是否一切眾生